真正想吃饭的人总能够想到办法填饱肚子 我们莱姆的哈曹就是一个活生生有育的栗子 最小朋友圈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哈曹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有多高兴呢 就那种比下班弱一点点的高兴 宇燕姐说的没错 我即使是减肥的时候也不忘记填饱自己的肚子 所以我说不下来很正常 我不怪任何人 我的每一寸肉都是拼本事长出来的 这么说起来我还是有点小骄傲是怎么回事 当然除了我 我其他的同事那都是青衣色的吃货 就拿一些翔根来说吧 最近还因为吃惹了笑话 你那么巧 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 边吃边等车豆腐很烂 弄得我汗水和眼泪混合在一起 这时我叫的滴滴快车来了 我臭女同事说了声 再见就上了车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司机忽然猛打方向盘掉头 然后说兄弟回去吧 我年轻时跟你一样讲 结果失去很多 我尴尬到脚趾头的口井了 这老司机那信息还挺多 真的好尴尬 我也是结了婚的人了 司机大哥 你误会了 人家翔哥的眼泪 那是被辣椒辣出来的 这不是你想象中的 与爱人倦强告别 回头泪水沾沾的画面 我知道你是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没有酒 很苦闷 毕竟不能酒驾 但总之呢 你只不过经历的是延情剧 我们翔哥是在经历的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生活中的戏精神无处不在 来看看我在朋友圈里 分享的一张短信聊天截图吧 现在的快递小哥戏真是特别多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 你在忙也应该回我一个电话呀 哪怕一个信息也好 联系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你能体会这种感觉吗 手机不小心进阴了 没看到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快崩溃了 请问你是哪位 送快递的 最近又多手啦 从平鼎山买了一些梅 打算买到山西去 那你还真是有经商头脑 这不是邓波波瓦尔曼 害我白高兴一场 还以为我莫名其妙多了一枚 暗恋我的女粉丝呢 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也是有家世的人了 只不过我从小到大 没有被人暗恋过 总觉得作为一个帅哥 这是一种缺失 也是一种遗憾 现在看来这种遗憾还要继续下去了